下面的是三题 我们看到这个0.23 23循环加0.123 123循环会是多少 你可以拿给学生做 但是千万不要让他们真的做 就是让他们看个十秒钟 试图动笔写 这样子就算了 因为怎么样 这一题不是化为分数再去减的 它当然可以化为分数 对不对 它是99分之23减掉 加上999分之123 可是Oh my God 这个通分要怎么通 对不对 痛苦吧 所以那这个题目呢 它其实也是很棒的东西 就是它让我们体验 循环节 在加减的时候是怎么运作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 在这一题是 真的写出这个小数 0点 0.355446 是的 它循环 355446 它是0.355446 35446循环 可以吗 那注意一件事情 它最后 前面这个循环 环字笔话太多 我写 循 循两位 就循环节有两位 这个 循环节有 三位 可以吗 这个循环节有 六位 可以吗 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标注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 这个六啊 是 好 那你看 你会想说 哦 我知道 六是二乘三 对 但也不完全对 这个六它是 二跟三 最小公倍数的因素 那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会是最小公倍数 因为二跟三是父子啦 所以他们最小公倍数刚好乘起来是六 那为什么是最小公倍数 大家在 活一的时候应该有印象有一个题目 那个 妈妈有两个女儿啊 大女儿 两天回家一次 小女儿三天回家一次嘛 那如果他们今天同时都回家了 请问下一次同时回家是几天 六天后嘛 对不对 这样有懂吧 因为你上面那个循环是两阶循环 两位循环一次的 下面是三位循环一次的嘛 所以我要凑出一个循环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最小公倍数 所以它不见得是乘起来 如果你这两个是四跟六的话 其实它都叫公倍数只有十二 就不是四乘六 那我后面还有写一个知音数 为什么要写知音数 因为我循环六位 你先以我们这个例子来看 我现在是循环六位没有错 二跟三的最小公倍数 但是呢 我这六位有没有可能 刚好算起来刚好是 一二二一二二 那你这六位如果是一二二一二二的话 怎么看它其实就只有循环三位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循环六位相减之下 六位刚好减出了循环一七一七一七 那这样子怎么看是循环两位 也就是说你最后会呈现的循环节 不见得都是完整的 就是说二跟三的最小公倍数的位数 它很有可能是这个位数的因数 可以吗 所以它循环二跟三的最小公倍数的因数 OK那剩下这两题就是 让大家自己去减一下来去体验一下 我们做一题就好了 于是我们来减它的话 你会得到 一减四得七 这里借一位了 剩三 那三跟七减起来这里是六 又要往前借一位才会有六 所以这里变零了 那零减四是六 也是一样要往前借一位 然后这变三 三减七往前借一位过来是 也是六 你就会发现它是这样子 一直到这里都还有向前借一位 所以这里变成二减四 那一样是往前借一位 就得到八 所以是四减一是三 那这是这个的答案 那这样子要怎么写 因为不循环啊 所以就是利用这个例子说明 其实它有循环 因为你怎么样 我如果继续往下写 这个七还会在背后面借一位 所以它会一直被借一位借过去 那所以它其实会有循环 那循环多少 循环这个最后答案是三 点八六六循环 循环一位而已 那这也是刚才的这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两位 这个两位 结果只有循环 怎么样 二的因素 一位而已 有一个正数A乘这个是正整数 乘这个也是正整数 求A最小的可能 注意一下A它不一定要是整数 这个我们在国中就会看到 当然国中就没有循环小数 所以我们现在把循环小数划分数 可以吗 1.27 27循环是1又99分之27 还记得吗 1送上去是让分子加99 也就是加100减1 所以是126 可以吗 然后0.77循环是9分之7 注意这个119分之126呢 它是可以约的 我们要约 因为等一下要处理它 它可以约9 所以是13 14 可以吗 这个时候呢 A乘上11分之14 会变成自然数 而且A乘上 9分之7也是自然数 那我刚刚讲 这个部分在国中就有看过 就说如果今天A本身也是正整数的话 那一个道理就是说 到时候它A乘过来 要把分母杀掉 所以A会是11的倍数 也会是9的倍数 A会是11跟9的公倍数 如果要求A最小值 就要求11跟9的最小公倍数 对不对 那它现在没有说A一定要是 这个整数 注意哦 所以A可以是分数 也就是除了它要把11跟9 约掉之外 它自己可能也有分母 那怎么办 所以就是说A的分母也要被约掉 我们在这里写一下 设这个 A等于 我们让它是P分之Q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Q要能够把11和9约掉 而P要能够被14和7约掉 所以P其实必须是14的因素 也是7的因素 所以这个A会等于P分之Q 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说它Q会是刚刚说11跟9的最小公倍数 而你要让它A最小的话是分母尽量小分分子尽量小分母尽量大 所以分母会是14跟7的最大公因数 然后你看题目有一点点坏心哦 求A的最小可能 以小数表示 这个是97分之99是多少 7然后29的话是14 14又7分之1 因为7乘以14是98 所以它是什么 14.142857 142857循环 还复习了这个7的142857 复习了这个循环小数化分数 还使用了国中的这个数学这样子 那这一集的最后呢 讲一下这个循环小数一个很重要的 但是又不是那么重要的议题 因为有我说这个7会被借走 对不对 7会被借走 那有的学生就想说 那可是没有错啊 可是你一直往下写一直往下写 最后还是会有一个7啊 那其实甚至可能再更早 在我们的第一集 我们介绍到9家族的时候 讲说这个 9分之1啊 是0.1 1循环嘛 对不对 那如果9分之9呢 它就会是0.9 9循环嘛 就是1吗 那有的学生就想说 不是吧 它最后不是仍然没有到1吗 没有错 它可以一直延 一直往后延续 可是它仍然不是1吗 对吧 欸不对 它就是1 那 那延伸的来说啦 就是 你们可能要到大学的时候 在 微积分那堂课 交到极限的时候 也许是高三 交极限的时候 老师们也有可能再针对这件事情 讲一下 那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会用一种论证的方式去证明 你如果要跟我讲1和0.9... 有差多少 假如你说那个差是一个极小的值 那我都可以跟你说 不 他们两个的差比你以为的那个数字还要小 因为它还可以再往后延续 也就是说你找不到一个值是他们的差 因为你企图 每当你企图说他们差多少的时候 我都可以跟你说 不 它其实还更靠近 类似这样的概念来去证明说 其实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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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没有错了 因为你找不到那一个 它跟1之间的差距 那大致说明一下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所以这个7也是一样 就是说 它其实最后还是被视为是6循环 那 就深入的话 就是等到你大学叫你大学教授 那也要它讲的你听得懂 那我们这堂课上到这里 下一堂课我们会介绍 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 如果小数有限的话会怎么样 以及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七分之一这么特别 然后除了七分之一九分之一以外 那其他的循环小数都有什么特色呢 我们下期再来探讨哦